凤凰台风前脚刚刚走 不过现在在关岛附近又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行程了 气象局表示它的生成条件不错 有机会会发展成今年第17号的台风北冕 预估最快这个周末就可能靠近台湾了 另外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东部还有中南部都有机会下起局部性的大雨 北部也会有雷震雨 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 好不容易凤凰台风前脚刚走 现在气象局又观察到今年第17号台风北冕 似乎后脚又要跟进 目前在关岛行程的这个热地压 最快周末影响台湾 目前在热带性低下处的海面 其实条件适合它发展 但是到我们这边以后去上 海面上去的条件会变化 所以我们可以预测它会增强 但是它会被到中度和强烈 其实目前看资料是很分歧的 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会持续的观察 虽然目前离台湾还有3000多公里 但是因为环境对生成条件有利 有机会发展成为轻度台风 另外今年9月23日是24节气中的秋分 过了这一天天气开始慢慢变凉 那当然主要是因为其实现在西南风 我们预估今天南边就比较低温 那中部32度 北部可能是34 5度 除了西半部 几乎全台都有震雨 也提醒民众出门在外 要记得期待雨具 记者吴平盈盧一红台北报道